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石膏给它打成浆以后 在模子里头给它刻成板的样子 我们可以在板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图案 晾干了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您觉得石膏板是机器大批量的生产呢 还是人工做成的呢 肯定应该是大批量的生产 因为呢我们看每一块石膏板它的样子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石膏板的用量是非常大的 这次您还是真猜错了 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石膏板呢 完全是用工人纯手工制作而成的 接下来就请跟随着我们的记者镜头去一探究竟 石膏天花板是一种以石膏为主要原料的建筑材料 它们的重量比较轻强度高 安装起来也方便简单 不仅可以隔音隔热 而且能够遮挡住大大小小的各种管道 让空间看起来美观整洁 被广泛的应用在各种办公大楼 医院 商场等地方 需求量庞大 但是目前我们国内的石膏天花板制造业 大部分还停留在手工制板的阶段 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 那么一块石膏天花板到底是怎么被做出来的呢 记者找到了一家生产石膏天花板的工厂 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大姐你好 你好 我看您在做这个石膏板 这是我们传统的方法来做的这种过程是吗 对对 您能照顾我吗 这个难不难 还不能 所以说你 您说得很快 我看着 您做了多少时间了 今年第八年 第八年了 对 太熟练的 我看着你刚刚那个动作都是一气合成那种 要是慢的话不行 慢的话有毛病 必须得快是吧 对 它为什么慢的时候就不行 慢的时候 要老了之后我就跟她撒饮了 指导一下帮我 好 在工人师傅手把手的指导下 记者做的有模有样 可是等师傅一撒手 马上露馅了 我一会儿找不到感觉 这样放平这样 再往下拉 完了 我是不是太慢了 我现在有点着急 这样 贴着这个 我知道了 就有这个东西架着是吧 那还是弄五瓶怎么办 最后师傅亲自接手 试图拯救这块 天花板 您手快 走光间是吧 这还挺沉的 完了 完了 这样算抖好了吗 这样 然后拿这个 这个手拿刀 就是出场 出场 然后 打上 这样上下 上下打 用点力 然后开平 把刀放平 把刀放直 才能 对 这样 这样闲吗 这样不行 不行 不行啊 你这个料没拍出来 然后这个胶就没料 就出不来那个效果 啊 没拍出来 就是这边没填满是吧 对对对 那怎么办啊 那这个是不是就不行啊 这个不合格是吧 这个就不合格 没事 因为我感觉它那个石膏硬是在里面部 因为速度太慢 记者做的这块天花板 眼睁睁的 按着作废了 我发现在我做的过程中 这个速度真的很关键 就是手上的速度不够的话 我感觉它这个石膏就慢慢就变硬了 对 一定要快 速度一定要快 啊 一定要快 这个感觉的速度就好 石膏压的凝固时间 一般是10到15分钟左右 记者做的那块天花板 最后凝固成什么样子了呢 我刚刚做的不好的那个做杂了那个哈 那我们起开看看它是什么样子 因为像我看看什么程度是 哇 这个还挺沉的 这样 那怎么起呢 这样 哦 这样起 哦 把它腻起来了 对 哦 这样 啊 这样 嗯 这个板就没法用了 没法用了哈 诶我我看看它是 这是 啊 这块你看这块 这太薄了什么的 不是 你这个料没填满 边没填满 边没填满 对对 你看这块捏起来就是 这边就跟纸片似的 嗯对 像这样的你看一折就折了 嗯对 然后它就折了的时候没平好了 没平好了 没平好了 哦 那那那个您做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我看看是 像这样的 您这个现在能起了吗 对能起 能起啊 行我看看您这个 您您做的这种好的 是 哦 是 很 平滑 真漂亮做的 完了 我这个 就比这几天没法看 这一体验才知道 做天花板不仅需要高超的技巧 更需要精准的速度 不然 一块板在眨眼间的功夫就凝固了 所以 是否顾不上记者 在几块模具之间不停穿梭 需求量这么大的一种材料 难道就没有一种自动化生产的机器来代替吗 发明人 发明项目 石膏天花板连续生产设备 宁俊岭 宁俊岭祖基山东 自小 成长于黑龙江 17岁跟随父辈回到了山东泰安后 在这里念书工作 慢慢扎下了根基 大学毕业之后 他和同学一起在石膏天花板工厂工作 每天都和白花花的石膏粉打交道 脚料 灌浆 刮瓶 摔板 样样都要反复练习 经常累得他 腰酸背痛 哎呦 当时不用说别的吧 这个摔磨啊 瓶 瓶料浆啊 磨瓶 反正哪道工具都不轻快 重体力劳动 这算是一个 渐渐的强大的体力付出 让他下决心要自己单干 他成功开办起了自己的石膏天花板厂 可这时 他又遇到了新问题 这个行业呢 一旦就是工人难走吧 想形成批量生产的很难 想找到熟练工人越来越难了 艰苦的工作环境 让年轻人望而却步 如何把人工解放出来呢 明俊领决心 要实现天花板的机械化生产 回忆着自己手工制作的经验 明俊领脑子里很快就构思出了草图 石膏粉进去 石膏板出来 这是明俊领一心想要达到的目标 他一步步细化图纸 到处购买材料 再找人加工 就这样 白头苦干了半年多 机器逐渐显现出了雏形 这天 急着找到了明俊领的车间 准备了解一下 这台神秘的大家伙 这么大呀 你给我讲解这个原理吧 那个就是一个净料系统 然后进入这个搅拌机 那是个水粉的一个搅拌 到这边这里边 二次搅拌 然后加上纤维 加纤维呢 就通过这个就是成型部分 成型管进行成型 我明白了 两层木具盖着它 对对对对对 压到一起去 石膏板到那头就刚好凝固好了 对刚好凝固好了 明俊领发明的石膏天花板 连续生产设备 由三个部分组成 上料部分 搅拌部分 和压板成型部分 石膏粉通过提升机 进入料斗 通过螺旋运输机 均匀输送到搅拌机中 石膏粉和水 在搅拌机中定量混合 变成石膏浆流出 随后 人工添加短纤维 进行第二次搅拌 加入纤维的石膏浆 交注到两层模具之间 随着模具传送 逐渐凝固成板 从而实现连续化生产 出来了 对这就已经出板了 这样整整齐齐一块板就出来了 对对对从石膏浆就变成石膏板了 对它这个而且都凝固得正好 对对对 光滑 对 没想到那边进行的是液体 对到这边就是固体了 对对对对 石膏板这个品质怎么去衡量 品质就是一个是外观质量 再来就是说是它内在的强度 这个强度取决于什么 主要是取决于它的纤维 纤维的多有少 就是它的含量 对对对 石膏天花板是建筑材料 时刻关起到人们的安全问题 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首先要确定 石膏天花板的强度够不够高 而决定强度的主要因素 是添加纤维的比例 纤维的作用类似于骨架 在内部起支撑作用 一般情况下 比例越高 天花板越结实 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添加 这样不仅会增加成本 而且过量会影响石膏浆的流动性 如何找到一个较为合适的比例呢 明俊领让工人师傅用不同的纤维比例做出了几种天花板 我们准备给它们做一个测试 这天我们来到了台湾当地最大的建材市场 我们准备挑选一种质量上层的石膏天花板 来作为参考 这个销数量很大 他们家卖的 这家卖的质量比较好 质量好 就这家 就这家 它这门口都不就摆了 是 是咱们想要买的 老板 买板 老板呢 你好 我们想买点质量特别好的石膏板 您家这个行不行 咱们肯定没没听 对呀 其实频率要切点 它强度算是最好的吗 咱们这种市面上的石膏板 强度是最好的现在 这种声音是整个高精本 不白 它巧合成的声音来点挺清脆 所以咱们敲就试试 敲一下 这种声音就对了 咱们这种声音是最好的在这个市场 这声音确实很清脆 硬度 手去感觉还是挺强的 像骨头一样 对对对 敲的手还挺长的 对对对 那咱去拿这个 咱去买这个 行 我去看看跟您的对比一样 好 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石膏板的强度 我们准备做一个水泥砖承受试验 把做出来的石膏板 依次跟买来的手工板做对比 这些是咱买的那个 咱买的那个 手工的 对 那你就标一下手 首先接受考验的是买来的手工石膏板 它能够承受多少块水泥砖的压力呢 好 试试 放到中间 好 一连放了六块砖 手工板都没有丝毫承受不住的迹象 打碰打碰 打碰 先先等会儿放开 它是不是能 这段时间能打承受 究竟手工板能安全地迎接 第九块砖的到来吗 你听到那个声音一直在 九块 随着第九块砖的放下 石膏板应声断裂 看来是九块是它的极限 极限 那如果说你做的这个板 能够达到九块 或者甚至超过九块的话 这说明就合格了 就合格了 对对对 其实本来咱标个ABC吧 行 你这个板的线是从C到A 这个纤维的数量是低增的 A是纤维最多的 B是其次的 C呢是最少的 那你这个C板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这个也就是 也就是25克吧 25克 大概25克 就是一块板的含纤维量 对25克 这样 那我们来测试先测试它 测试它 好 咱先不放啊 你能预估它能承受多少块 四块 15块 45块 也就这样 我感觉 我们25块算 看能不能达到你的预期 多说了 多说 说多后悔了 行 我们先一块啊 第一块板 宁俊领估计很保守 结果会跟它预测的一致吗 还行 至少你要这个树要断裂 哎呦 刚说完 第四块砖头放下的瞬间 C板断裂了 看来25克的纤维含量 远远达不到合格板子的强度 那么 即将测试的第二块天花板 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 这板的比例大概有40克 那个相当于多了 将近一倍 嗯 那么多了 差不多多了 多了一倍 能承受多少 五到六块吧 能承受五块或六块 对 四块 没 刚刚是四块就断了 现在四块它 相安无事 第四块 第五块 甚至放到第六块砖头的时候 天花板都相安无事 宁俊领信心大增 毫不犹豫 放下第七块砖头 七块 最终 最终 这块天花板承受住了七块水泥砖的重量 那个 有那是最后一块咱们筹码了 我能 我能 我估计最后 这个比例是多大的 这个是五十块 这个应该 应该能比它能强 最后一块筹码 你这个要是比过 说明你这个体力还是没调整好 应该比它能强 有了七块砖的经验 宁俊领对它最后一块板子信心十足 会像它预计的一样 超过手工板吗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板子瞬间断裂 没有 八块 八块 还是不如人家那墙 没比过 没比过 这个比例是不对的 还是不够吧 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还要增加 宁俊领最后一张板 也没能与手工板打成平手 难道 它就这样失败了吗 这是你最后一块筹码 怎么办 我还有 还有呢 还有大约50克 这是你那块板是吗 增加了纤维量的 增加纤维量 就是最高的了 你这个有超过50克了 超过50克了 对 那你这个算是A加吧 你标记一下 没想到 宁俊领还额外准备了一块 纤维含量超过50克的板子 超过八块 超过八块 至少跟它打平 对 至少应该是能打平 那我们现在开始放花看看 放花看看 好 五块了 好像没有丝毫听到 那个有一点点撕裂的声音 没有 现在 没有 挺稳的 不知道你这有 有没有气 你这条线 拔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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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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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子到了崩溃的边缘 竟然坚持住了 虽然有这个撕裂声音 但它没有断 它没有断 那你现在已经跟它打平了 相当于 打平了 那你还可以再放一块 我们一起来期待 它的极限 到底是多少吧 最终 老宁的天花板 以十块赚的成绩 超越了手工板 略超过它 几乎也就是平手 它刚刚那个是 其实八块的时候 能听到声音 九块就不行了 对 看来按这个比例 比较下感 50克尺到60克之间 60克 那这个结果是在你意料之中 哎呦 那超乎我想象的 它之前咱买那个板 那么接受 我都没想象得到 说明你这个 现在机器生产这个板 是成功的了 对 就是成功的 成功的了 好 好 祝贺你啊 好 谢谢啊 机器研发成功之后 宁俊领迫不及待的 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并将机器的视频 传了上去 希望让更多的人 关注到自己的发明 很快 这些信息 吸引来了一个人 他 究竟是谁呢 原来 这个人是 天花板厂的 徐老板 因为人工产量跟不上 正发愁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 宁俊领 发在网上的视频 如获至宝 我说 铲皮糯不出 你现在做了 抓不出来 要是用的 大叔 你那个没一年 你培训不出来 我说 铲皮糯不出 抓不出铲皮 所以我要继续 开始 下车 两人一拍即合 许老板当即订下了一台机器 人生中的第一笔机器订单 拿到手了 林俊领激动得夜不能寐 日夜赶工 给许老板加工机器零件 很快机器就安装好了 这台大家伙终于开动了 他将一条巨龙不停吞噬着石膏浆 工人师傅只需要坐在一旁 不停的加入纤维 其他的工序都将被这台钢铁长龙来完成 在他的肚子里 一块块石膏天花板正在悄悄的凝固着 很快 第一块完整的石膏天花板被吐了出来 好 出饱了 出饱了 这是一开始的那个废教 还要看 这要注意这么多好板 对对对对 这就是正常 修一下边 过来这边简单修一下边就行 我们工人超过的强度上面来说就低了吧 只需要来修修边就可以了 我看这边 你看这边 你看这边 我看这边的平面度 还在这边清空 真的这么看 没问题吧 平面度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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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度的话你也看 好 我看看强度的话 徐老板这一动作着实吓了我们一跳 他为何要不遗余力的摔板子呢 没问题 原来他是要彻彻底底的检查板子的质量 质量还可以 是吧 藕断丝连 是吧 那摔的跟小棉被一样 是吧 这都不能 满意了 多时超大开 下半年有开再上一开 行我发现你上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去 好 再见啊 自从安装了机器产量大增 之前效率和产量跟不上的问题 被徐老板抛之脑后 对机器的效率很是满意 这一天 徐老板突然到访 难道他这么快就要再上第二台机器了吗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宁峻岭措手不及 他连忙跟着徐老板往厂房赶去 这一停工 徐老板心急如焚 自从机器安装上以后 他把仅剩的几个手工作版的工人师傅也辞退了 这下一来耽误一天时间 就少一天的产量 你看 你看 再有坏 哎呦 哎呦 堵盐了哈 转还是能转弄是吧 这么着拆开看看 我看看哪的事 里边没事 这个口堵了 凝固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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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固住了以后 那个什么 我想想办法 好吧 想想办法 我想想办法 我就叫工人过来给你处理一下 要的我实验很长 好 您说这机器装上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中途就出现了问题呢 这个呢 我们应该知道石膏的它这种特性 大家知道我们做那个石膏像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石膏和好以后 倒到模子里头 过一会你打开这个像就定型了 所以石膏它很容易就硬化了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它那个石膏粉的进口 我们看 在这我拿了一个这样的管子 假设这个就是那个石膏粉的进口 如果这是干的 没有问题 石膏粉进去了 从哪边就出来 就进行这个水和石膏粉的这个搅兑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 这个口上要溅上一些水 粉在落在上面 那就水跟石膏粉混合了 你一天可能绝不出来 它是沾薄薄的一层 但时间一长 这个口就被封住了 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们想你要让它保证这点 不积存这个石膏 那我们可以是不是想应办法 就不断的去挂一挂这个位置 这样就保证这个石膏粉能够顺利的从口进去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员 凝聚是如何来解决它机器所存在的问题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既然问题出现在了搅拌机上 那么老凝就从这上头动起了脑筋 行业内的人都知道石膏粉这种物质很怪 每一种石膏粉都有自己的特性 但不论是哪一种 它们一旦遇见了水 凝固的时间都非常迅速 该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呢 你好你好你好 我看你研究半天你研究啥 研究这个搅拌机你做 那你现在有什么点子吗 现在想法是有的 我可以试一下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主要是我就解决这个清理死角的问题 因为这个搅拌机里面其他别的种种不多 唯一种主力就是这个浸尿口 在这地方加个清理装置 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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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呢 这个浸尿口里加个清理装置 让它有个自我清理能力 它就不会堵 就是边下料的同时避免这个附着 对 避免附着 始终能保持一个固定的一个流畅的一个浸尿口 明俊领带着新的搅拌机和工人再次来到石膏天花板厂 机器停工的日子徐老板是度日如年 所以工人师傅们争分夺秒 赶紧换上带有清理装置的搅拌机 就像给这条钢铁怪兽清理好了咽喉 顿时舒畅了 机器又恢复了之前的活力 徐老板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下来 产量稳步提高 他的生意也更加红获起来 欠了一笔又一笔订单 忙得不亦乐乎 可就在这一天 徐老板正像寻常一样来车间确认产量 他顺手拿起了一块天花板 这一看不打紧 意想不到的情况 让他顿时紧张起来 接到电话的宁俊领 立马往石高板厂赶去 那徐总怎么说的 他说这个板的薄了 质量非常不行 薄了 对 严重了 听它的语气是挺严重 它要薄到个什么程度 薄到什么程度 这块我办法的说 他说薄的跟紫儿 我不太相信 但是我不去看看 他都说已经薄的跟紫一样了 他说不可能嘛 咱做这个板的是吧 不去看看 看看再说 凝聚临此时半信半疑 琢磨着石膏板怎么做 也不可能像窗户纸那么薄 哎呀 许总啊 什么情况 你看一块看你板子 你看怎么出来 你往水壶你继续合 你继续挡手 你看都出来什么样的 石膏板还是原来的石膏板吗 还是以前的 我看了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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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个 看了 你那板子 啊 你看 你看 看了 地下都看见了 你看 你看这儿的 是吧 你找发现得多 不发现得多的越多 再下的越多 是吧 你整个看回路 你办个事不办法的 是吧 我别急 别急 我想办法给你们挑挑 你看 好好好 你看你倒过来 啊 你看 这你这是 这不吹豆腐炸锅的 是吧 你看你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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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在它够麻烦的 你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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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光下台了问题 现在这个 现在生意难度 还做大妹妹 是吧 反正你能现在想出什么方面的原因 反正这块 与这个压力上 各方面没有关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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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它怎么 你不会 太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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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了我的工人 马上去给你调查 好 找找原因 好吧 谢谢 你赶紧吧 好好好 为了找到原因 宁俊领带着技术工人 围着机器观察 挨个儿排查问题 最终 他们把目光 集中到了能控制石膏僵 进入模具的滚轴上 他们怀疑 是两层模具之间的间隙过窄 导致石膏僵灌不进去 才出现了纸片天花板 问题的原因就在眼前 但是却一时想不到解决办法 这把宁俊领 愁坏了 那个问题确实我头疼了很长时间 我天天也在想的事 这天清晨 老宁起床后 正准备刷牙 这牙膏刚挤到一半 他突然停住了 他这是想到了什么了吗 一天早上去刷牙呢 我突然看着这个牙膏了 这个牙膏和牙膏皮 牙膏皮很薄 但我就想 那是不是和我那石膏板是一样吗 只要能吃得进去料 我再控制它的厚薄 就容易一些了 这个灵感我就突然有了 趁热打铁 他借着灵感 赶忙带着工人改装起来 他到底想到了什么办法呢 上去了 我看你这个好像在加什么 对 我又加了个滚筒 加了个滚筒 对 是指这条吗 对 指这个 你更主要加这个呢 它之前只有一个 它那个成型的过程当中 抬得过高 板子就太厚了 我放上太低了 它又吃不进去料 我现在两道滚筒 这道滚筒呢 附着厚薄 我这道滚筒呢 是让它尽情地多吃一些料 而用第二道滚筒 我来控制它的厚薄 发明人在上模具的滚轴后面 添加了第二道滚轴 第一道滚轴位置增高 放进足够量的石膏浆 这时在两道滚轴之间 形成一个压力枪 第二道滚轴 再精确控制石膏板的厚度 从而保证两层模具中填满石膏浆 避免出现尽料不足的问题 我们看看这第二道滚轴起到的作用 到底灵不灵 你看现在这板子 中间的厚度就没问题了 一会儿让掰一块你看看就行 这个厚度 掰开 这顺序还挺胖 你看这个截面 厚度还是比较一色了 对 大师这支书的问题比较严重啊 做出来的石膏板 竟然像窗户纸一样薄啊 我们看到发明人只是加了一道滚轴 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它这个主要是 由于它这个模子呀 是橡胶做的 所以模子不是很硬 如果我们里边灌的姜不够 它就会出现一种现象 这个模子中间向下塌 我们在这做一个小的实验 你看一下 这是一杯水 现在呢 我可以把这个杯水倒得满满的 但是我要不是倒得很满的哈 这儿有一张塑料纸 我把这个塑料纸要是放到上头 我再一拉起 你看它中间是凹进去了 所以如果你的姜灌的布满 上边模子压下来以后 模子中间就要向下塌 就是这种现象 那么这样它的结果 就会使得上下这个模子 在中间部分离得距离非常近 所以压出那个板 中间就跟纸一样 所以它改进以后呢 它就采用了先灌浆 让它浆灌得足一点 怎么灌得足一点呢 我们前面有一个滚子 这个滚子呢 不要给它把袋子压得特别紧 让那个浆充分的灌到这个模子里边 那么到后边呢 这儿再搁一个滚轴 当这个模子走到这的时候 上面的模子也压下来了 这个压的力量比较大 这里边有充足的这种石膏浆 所以它就不会出现中间向下塌的这个现象 原来是这样 简单的一个改进 也没有这么多的玄机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改进后的这台机器 是不是得到了它客户的认可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考虑到客户那边着急 当天他就带着徐老板 来看他改进后生产的石膏天花板 这次徐老板还会信任 明俊领的改进吗 这回我又增加了一道滚筒 不是之前一道滚筒的那个 来看看啊 这个厚度可以了 可以 厚度都可以 冥俊领带着工人 给徐老板的机器 改装上了第二道滚轴 但徐老板这心里 还是止不住的打鼓 这机器以后运行起来 能稳定吗 因为之前的纸片天花板事故 徐老板不得已 又把人工师傅们高薪请了回来 他们是现在为数不多 还掌握着传统质版手艺的群体 一边是改进好的机器 一边是技术娴熟的高手 那么我们干脆组织一场 人机较量 既考验一下机器的稳定性 也测试一下 它到底可以抵过多少个熟练工人的效率 老宁 你这个机器一拨好几折 人家徐总这边原来那些人工又给请回来了 主要是为了检测检测你这机器最终 到底它这个效率有多高 能抵多少人 那肯定比机器 抵人工效率要高 我们还没问问人家人工这边什么意见的 你们先下结论了 人工队伍里边最快的是谁 他 哪个 那个他 这红衣服这位 师傅 人家都说你最快 那你一天能做多少块 都一样的 规定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个300块 规定一样 你提早完成而已是吧 是这意思吧 好 还有吗 还有跟这师傅一样快的吗 你哪个环节您觉得是最拿手的 因为是平调 平调 弄那个料涂满那个槽是吗 那个过程最快 你做了多少年了 十来年了 十来年了 那看来这个时间还是长一点 经验足啊 我们九个人跟他比 大家觉得哪边能赢 你觉得 人工能赢 为什么 一个人多 人多 现在是人数这样 您觉得呢 应该差不多 徐老板 你对你的人工有信心吗 有信心 你老板要说 他全都一听话 人工这边肯定有 如果老板要说 不准一听话 这个是说不准的 说不准了 你看吧 你看 对了 所有人都是 要么打平手 要么说不定赢你 你看都没有站你这边的 让事实说话 让事实说话 对吧 就不多言语了 不多说一些了 让事实去说话 好 我们计时一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之内 我们看看 所有咱们人工 加起来生产的板 和我们这个机器生产的板 一个是数量上 看谁多 再一个就是比较一下质量 师傅们 我们各就各位 预备 开始 好 开机 开机 这是机器与人工的 第一次交锋 也是一场传统工艺 与创新科技之间的较量 这些伸手不凡的工人师傅 手上的功夫 都是凭借日积月累的经验 练就而成 而且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 完全不是能够轻易被战胜的 负责调降料的这位师傅 掌握着人工队全部的原料供给 所以队伍的速度 很大一部分 也取决于他的快慢 虽然这对于人工队来说 是他们日常的工作 但是能够看出来 为了赢得这场比赛 他们卯足了全力 节奏比平时快很多 每个师傅负责七块板 在他们的心里 精确地计算着顺序和时间 做完第七块板 要快速回到第一块板 把它取下来 虽然手上拿的 都是简单的工具 但是石膏粉 经过他们灵巧的双手 华丽变身成 一块块精美的天花板 石膏将不停地飞溅到 师傅们的衣服和脸上 他们也全然不顾 相比之下 机器这边显得从容很多 这台钢铁巨兽 不停地突出天花板 接板的工人大姐 淡定自若 很快 一车石膏板就被装满了 老宁在一旁看得起劲 觉得这次稳操胜券了 就在他看得自在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工人的叫声 还真应了那句老话 关键时候掉链子 上层模具的传送链条 还真掉了 传动轴的位置要固定 将要重新装上链条 只能将它断开 卡到齿轮上 再拼接 需要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对机器队 无疑是致命的 眼看机器的优势 就要被人工队追上了 老宁跟工人都很着急 而人工队这边刚好趁势追赶 干劲更足了 诶 姑娘 我快快跟不上你啊 太快了 现在他们那个机器那边那个链子掉了 咱们这边速度能赶上不 那这样就能 那这样就能 是吧 肯定能 是吧 他修不是说是咋 我去 没修好 我们也就能赢 好 相信你 好 这会好朝天啊 小姐你加油啊 好 好 移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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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链条装上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多 这时的人工队已经反超领先 机器还能挽回落后的局面吗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双方抓紧最后的机会 全力冲刺 时间到了 现在四点了 您把你这边停机吧 好吧 就反一下 好 行 但姐 咱们这机器是最后一块 我们先停了 你先休息一下 人工队啊 来 我们结束了 时间到了 结束了 我们先对比一下 咱们双方的量上 数量上 看看做了多少 人工的数量 咱们怎么统计呢 是这样 因为咱们的板子都亮出去了 要及时的运输去亮 所以它没法一块一块数 那我们就是现在报报数 大家各自做了多少 然后我加一下 好吧 你做了多少块 53 53 你 51 51 这就是104了 您呢 您是打掉的 53 也是53 51 那你这是七个人算 360多块 360多块 那我们就按360吧 好计吗 这样 360 那我们机器这边呢 五车半 五车半 这是最后剩用的半车是吧 你车刚刚那个时候是80块 80到85 80到80 那我们就按80算吧 58就400 400再加 40 40 440 对 超了将近100块 那是 哦 数量上 可以 但是这个质量上怎么样 还不知道 师傅你觉得咱们这个人工做的质量好 还是他机器做的质量好 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 就算了就打平手了啊 有没有觉得自己做的版质量最好的 有没有 不好意思 不用谦虚 您觉得您做的质量怎么样 有心情跟他机器比一下吗 能比 能比 那要不您就拿一块您的板出来 行不行 您去拿一块您的板 我去跟他们那边机器的比一下 好吧 行 是不是这是您做的板 行 这是咱们人工 哎呦还热乎呢 刚做出来 很新鲜 你拿你的吧 好 你拿一块 行 行 老板你来看看 你来摸摸 手工人 你觉得手感上有区别吗 有区别 有区别 看那个 哇 这面就能干净 那这个 这个小人 能够到 不光看这个表面 还得看它这个结实程度 强度这个 你看 强度这个 这个 哦 这个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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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端一点 哎呦哦 我可以 这这这这怎么回事 这是 这下垃圾 哦 哦 哦 你也这个 对对对 就是如果端脚的话端起来 说明它的这个 说明强不高吗 哦 刷压你看看 哦 哦 哇 虽然它一旦不要紧 它一旦不要紧 看哈 已经很成熟了 但是它还要连到一起 哦 看哈 这个咱们质量和数量都比了 对 那我觉得最后发言权应该又是你了 对 你这个人工也是你的 机器也是你的现在 那你觉得哪边好啊 嗯 比较来看 它的机器是稍微好的 为什么呢 它中原还差点小意外吧 哦 差点比不上人工了 那把那块是得考虑进去啊 啊 啊 这个机器供应该又是 那今天通过对比 看来这个 虚老板对你这个还是认可的 啊 你今天这个结果 你是在你意料之中 机器送人工就是 我认为这是个定律 嗯 我们得相信这个科学 明俊领发明的石膏天花板 连续生产设备 完全改变了手工制板的原始方法 通过进料 搅拌 模具灌浆等步骤 实现了石膏天花板的 自动流水线生产模式 操作方便 效率可相当于十个人工 做出的天花板表面光滑 强度高 这个石膏天花板连续生产设备呢 我想它第一 它是用机械化的连续生产 来代替人工制作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大量人工 从反正的劳动设备中解脱出来 最关键的生产环境 大大改善 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而且它的生产产品的质量均一性呢 跟人工手工相比 也得到了明显的进步 比人工设备产品要好一些 至于缺点的话呢 我想提一点改进方向 就是加纤维的那个过程 实际上也可以用机械化的这种设备来实现 我想如果这个时间之后呢 那对工人的操作环境也好 它栏动强烈也好 会到进一步的改善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 彭莫华老师光丽眼博士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客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他身材健硕 却能在泥泞的水田中 剑步如飞如履平地 他四川飞船穿行田间 连就一身水上飘的神奇本领 他像勤劳的水牛 忠心护田不畏奸浅 看地水田深泥潭 究竟他能否通过重重考验 成为当之无愧的水田守护者 我爱发明下集播出 耕田乐翻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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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